兄弟们 这把对线的是我们家的哥哥 昆小满 而这新赛季已经开始好几天了 这居然是我第二次遇见他 那说明我们的哥哥在这个边位上待得有点久 那这次好不容易让我逮上了 可得让我好好地插一场 对看路老规矩直接抢饿 一个左中东 一个右边腿 你不厉害你 昆哥 这伤害 这 这得让我李华洗多少脚才能赶上这输出呀 猫跟我把话放在这儿 这鬼东西必会挨刀 不然这种程度谁来都不好洗呀 昆小满这个英雄呢 我还不太了解他的技能技术 从小王爆料到英雄上前 我就没去看过 毕竟 现在的技能晚安 可得做阅读理解呢 听说过他很强 什么二级满血臂下的 但是我真没想到他强得这么离谱 一击差点就给我尬了 那些河蟹肯定是魔德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一个必争的尊严在 最近一个超标的英雄 本来就很烦对吧 还被抢尊严 那这个时候呢 那就不能怪我们不讲武德了 米术 胡椒野链 先让他们两个互相去讨论这个超标话题 我们抓紧时间法语 打得差不多了 一个机宝才去K头 法语很快啊 零多我两枪 这还踢了我一脚 你咋不用铁上靠呢 这些英雄还真能跑 没有机炮还真追不上他 又来了个李白 先把黑铁场了 神势直接赶他 你是来搞笑的吗 我大意了啊 我闪我闪 哎呦 伤害差了一点 卧槽 啊 还不是 怎么就回来了呀 李白玩家都这么有吗 哇 这昆小马是真的超标 我现在是全技能在手 经济7200的马超 对面昆小马还不到6000 等我开出机宝和大招黄打 都已经大残了 那其他英雄马超 残血还能拉扯 这鬼东西还一直贴在马超打呀 要不是我生法躲了 他有一个场景 那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我了 纵观整个王者峡谷 就算是亲妈夏洛特 也不敢能说的 追着开着机炮的马超打呀 如果逼陷就去 他就得死了 等一下 怎么冒出了个困响吧 等他很久了兄弟们 先弄他 虽然一直被控 插得不是很顺承 而且我们这边的力度还是有的 起内 还有这个敌人杰 差点坏我好事 一击插了 拜托 你很弱 你现在要谁找他哦 兄弟们 别看我揪这点血量 但我还有操作 漏胜勾引这个李白 他果然按捺不住上套了 纯净残穷减伤 他一套刷不死我了 没有技能了吧 那现在 是我的回合了 是鲁班的诱惑们 嘟嘟糊涂呀 和鲁班走这么近 被误杀了吧 能够欺负我队友